《词宗文》,《词宗文》。 《词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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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有一句是他问着, 在南川方面, 有时也看到一些师傅在卖佛牌, 做一些不如法的事情 其实不管是南传北传 都会有这些人 即使是密宗的也是这样 有好有坏 不是说所有的南传的师父 一定就是好 也不可以说 所有的北传的师父就是不好 每一个传承都有这些人 有些人他一教风心 有些人他不一教风心 不要讲南北传 佛在世的时候 还没有分南跟北的时候 都有好的比丘 也有坏的比丘 佛陀在世的时候都已经有了 更何况是我们现在 所以其实他说 为什么出家人卖佛牌 一个卖几千块 那这也很平常的愿者上沟 他没有叫你一定要买 是你自愿去买吗 所以我讲世间上有两种笨人 一种人就是很喜欢被人家骗 变得很高兴 那有一种人就是很喜欢被人家骗 变得很得意 一个佛牌也是两三块钱他卖你 两三千块你也高兴那般死 你讲买了有八卧 所以有些人整个景象地挂满了佛牌 叮叮咚咚咚 那些信徒一摆下去 上来也 觉得这样去到哪里都平安 佛没有这样教导我们 佛陀是告诉我们的 假如你过去常常行善的话 加上经事呢 你收好你的切 你去到哪里都平安 在吉祥经里面 讲到三十八个吉祥里面 没有一个吉祥讲挂佛牌 我们人就是一直在 依靠外在的东西 所以佛一直告诉我们 以法为匹夫 以法为道义 不要以他人为匹夫 不要以他人为道义 那我们现在不以法为匹夫 以法为道义 我们一直以佛牌为匹夫 以佛牌为道义 这不是佛陀的教导 所以我讲 世间上有两种笨人 一种就是很喜欢被人家骗 骗了还一直要给他骗 到处去找这些东西 那有一种人呢 就是很喜欢骗人 骗得很得意 为什么讲两种笨人 第一种呢 就是拼命去赚钱 赚到半死给人家花 那一种人呢 就是一直骗人家 骗得很得意 但是他不知道 那个地狱的门呢 开得大大 等他倒下去 真的是这样 假如我们做一个比丘 我们去重行这些 不正当的 佛陀没有教导我们的 我们现在是会到哪里去 你自己想 所以佛陀 讲我们比丘啊 出家 不好好的修行的话呢 我们会下地狱 所以这个不是开玩笑 那假如好好的修行的话 那假如好好的修行的话 最低限度呢 都会到天觉去 所以作为一个比丘 你要上天堂也容易 你要下地狱也非常容易 所以假如我们做比丘啊 常常去骗人家 骗信徒的钱 危险 这个东西啊 骗了 下一次我们要去承受这个苦 这个苦来的时候 没有一个人能够来救你 你看也是 我们为了一点点短暂的利益 直到我们将来 多到地狱里面去受 很长时间的苦 那不值得 所以老老实实的做 我们常常想啊 这些信徒呢 来了这里呢 我们是给他 越来越贪 越撑 越吃 或是越来越不贪 越不撑 越不吃 假如信徒来到我们的试验 我们使到他越来越贪 越撑 越吃的话 已经违反佛所教了 那假如他来这里呢 我们教导他 使到他越来越不贪 越不撑 越不吃 那我们交对 所以你要看看 你做好比丘的责任了吗 你从这三方面来衡量 好像刚才 这一句是他说 一个试验呢 一个师父啊 叫信徒来 然后在信徒背后砍三刀 然后信徒就发一个红包给师父 然后师父就给他一个伯牌 那你说这样的过程呢 是在教导对方越来越疑痴呢 或是越来越有智慧 我们可以这样做 但是做了之后 后果我们要自己去承担 所以要很注意 所以佛陀讲 就好像一个人出家 他假如不守好戒律 就是好像一个人呢 不懂抓这个茅草 抓得不好的话 他会割上我们的手 所以比丘 同样的 也是要很注意啊 不要做佛陀 没有教导我们的东西 我们去做 禁止我们去做的东西 我们去违反 那就很危险 但是他要做是他的事情啦 我们只是以事论事 不是批评人呢 以事论事 不指明道性 是说哪一个人 但是我们是讲事情 不是讲人 所以我们要注意 哪一个传承都会有好的比丘 也有不好的比丘 不是说 那一个传承 绝不比丘都好 不是 也希望大家明白 那假如看这个出家人呢 假如出家人是一个十倍心 送这个护慰祭呢 来化解对方的恩恩怨怨呢 那对方接受对方离开 那这个是主法 但是假如我们出家人去念咒啊 去驱魔啊 把鬼啊 制死啊 或是把他囚禁起来 那我们的照应呢 那我们的照应呢 因为戒律里面呢 比丘不可以驱魔 但是假如我们遇到这样的话呢 我们可以送这个护慰经验 这个经回向给他 希望对方接受 那对方假如能够接受他离开 只量这个叫神奔呢 比如说 你曾经在过去生呢 你害到神奔很悲惨 比一啦 不是真的啦 比一 神奔怀恨在心里面呢 临死的时候 他讲我生生世世都要包这个仇啊 那假如在生死轮回里面 这一次啊 他找到你了 比如说他是在鬼道 鬼道的鬼呢 他有鬼通了 他能够知道你在哪里 他找到你的话 他一直缠住你 折磨你 然后要你的生命 你没有办法你来找师父啊 比如说你来找我 那假如我插手禁器啊 我用禅定或是宇宙语的力量 我把你制服啊 然后把你囚禁起来 我会问你 从不你对他的怨恨笑了吗 不会 你肯定不会甘心啊 你找他就是要夺取他的生命 现在我把你囚禁起来啊 现在你们之间的仇怨啊 不止没有化解 反而牵涉到三个人了 连我也在里面了 也许你再发一个愿 我下一次再有机会 连你我都要收拾 现在不知你们两个人的事情了 变成三个人的事情更加复杂了 那假如我以这个方法 我去劝说不呢 说不呢 你们之间呢 假如冤冤相报 你很痛苦 他也很痛苦 倒不如让他尽量行善 把功德回向给你 你接受他的功德回向你 你也好 他也好 对吗 那假如说不听了这样呢 他接受了这个建议 那你们之间的仇怨也化解了 我也不会牵涉到 明白吗 所以有些信徒来这边呢 他来求我们取摩 做这些东西 我们跟他讲 我们不会念咒 不会取摩 他是念护慰记 叫布施 回向功德给他 可以 这个我们可以做 他是以那样去收拾他的手段 去做我们不会 因为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而是使到问题更加复杂 明白吗 所以你要看合法不合法 就看那个比丘讲错 假如是送护慰记心 让他接受这个工作的回向 那没有错 那假如他以他个人修行的能力 发挥他的定力 去支付对方 使对方也使地 那不对 所以事情没有解决 反而变成更复杂 比如说圣文被我收拾住啊 我把他囚禁了 他丢进在海里里面 哇 他在海里里面受苦 多几百年 他那里会放过我 对吗 给你 你也不会放过我 但是如果我是 是不是如果我是有家庭的话 我的正上司教的 那不是有一个家庭的 个人 个人的业呢 个人要去承受 过去啊 你怎样害他 你没有想到你害他的时候 他怎样承受这个痛苦 那这一次呢 你也要承受这个痛苦 你的家人会跟你在一起 也有他过去的业 他会再跟你承在一起 所以有时候我们讲啊 我们尽量回向功德给对方 对方能够接受那是最好 但是对方不能够接受 你要接受 你不接受 你不接受又怎样 你不接受又怎样 可能他有他的菠萝蜜 但是这个不是他亲自告诉我们了 是认识他的信徒告诉我们 因为他禅定功夫好 所以很多人生病来给他看了 如意好 我听东北部那些局势告诉我 每天呢 来试验呢 给他看的人是整百个整百个 开始呢 我的师父 他不是走正道 他是走解降头啊 撒身水这些东西的 撒了 回去好好好 我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没有办法撒了 要用水龙头来喷了 喷了也好 所以来看的人 越来越多 我是听他们讲的 他本身不讲 来看的人呢 有些人坐轮椅 他背后打下去了 马上可以起来走路 可以回去的 所以他在那一个时候 很复迷 但是有一次呢 他去依一个人了 依了之后呢 这是他亲自告诉我们 他说 你们千万不要对这个感兴趣 因为我们很好奇嘛 我们常常听人家讲 我们就一直问他 想跟他学一些什么东西 看看将来可以用嘛 他告诉我们 你们千万不要对这个感兴趣啊 我已经放弃了这个东西 你们还要这个东西 在修行的过程里面 假如你走向这条路啊 这个不是解脱圣史的真道 你们应该走解脱圣史的道路 他讲这个故事给我们听 有一次呢 他去一个人 以他的定力啊 把对方支付 然后呢 他听到一个声音啊 告诉他 你违反因果 你做了一件很不应该做的事情 你现在要承受这个业 七天七夜啊 他不能够走啊 在地上爬 很痛苦 受了这个果报了之后呢 他才醒过来 决定不再走这条路了 放弃了 知道后来我跟他学习的时候呢 有一次啊 有人中了邪啊 有一个人带他来 我们修行的那个道场 那个人呢 在我的师父啊 我面前啊 运倒下去 他们求我的师父啊 救他 他都不做这些东西 他只叫他 回去啊 去做布施 只好他的结 回向功德给对方 假如对方呢 能够接受那最好 对方不能够接受 他自己要接受 有些时候我们不明白 我们去用啊 这些力量啊 去降服某些人 某些人啊 这个业改次我们要去分担 所以改次你 假如做比丘 你就千万不要做这方面的工作了 也许你有很大的禅定的力量啊 你不要讲 我来降服你 降服了之后呢 将来你借了很多 这个冤情在主啊 改次你在修行的道路上 你更多的障碍 所以有些人他常常跟师父讲 他说 师父为什么在我一生的过程里面 我常常遇到的都是小人 没有遇到贵人 有些人的一生里面 一直遇到贵人 没有遇到小人 你知道为什么我们会遇到小人 没有遇到贵人 就是呢 你在过去生里面呢 你常常跟人家绝而远 常常伤害人家 人家做善的事情 你去阻碍人家 做好的事情 你去骂人家 那假如你造了这些业呢 今次呢 你要行善人家就阻碍你 你要出家呢 就生病 你事业要成功 人家就来破坏 所以啊 我们的障碍很多 小人特别的 你去到哪里都遇到小人 可是有些人过去 他假如见好三缘的话 去到哪里呢 都遇到贵人 你生意失败 马上有人拿钱来 给你冬山在一起 你掉进井里面 他马上拿一根拿竹竿 给你爬上来 假如你造很多二缘的话 你掉进水里面 人家丢石头 给你沉下去 所以二缘觉得多 小人就多 善缘觉得多 贵人就多 有些人呢 他很迷信 我们这次去香港呢 看到香港人对出家人 通常呢 他会保持一种纪律 就是尽量呢 敬而远之 看到我们出家人 他们很不喜欢 他看到出家人 站在那边 他挖一个圈 走过去 他不大 要看你 他不像 信马的信徒 信马的信徒 看到出家人 他会很高兴 即使没有东西给他 也会赶快拿钱来给你 虽然这个是不对的做法 但是还是表示 他有那个全真的心 但是有些香港人 我们在那边站 他当作你是透明的 没有看到你 有一个信徒 叫他 我们师父来发园 你们来供养师父 他边走边骂 边走边骂 那天我们 四位师父 站整排在那边 有一个人 特别怪 他看到我们 他不喜欢 他跑过来 每一个人的波 他撞一下 每一个人的波 他撞一下 撞了他就走了 然后举巴里面 不知道在骂什么东西 这样的人都有 你看 他不要不思 他不要紧 他来撞你的波 也许是 所以他看到我们 好像见鬼一样 他不喜欢 所以有少数 在那边看 一直看 看到他很奇怪 为什么这些人 供养了 还在那边跪拜 其实这些供养的人 都是那些 修禅的人 他们已经懂得佛法 他们就是 做给他们看 希望他们能够 来做布施供养 但是他们看了之后 头摇摇一下 他不明白 为什么要这么做 有些人 很迷信 他们每年 到神庙里面 去打小人 去到那个神庙里面 他就给他们 那个死的人 然后就 叫他们 拿那个鞋 去打 打死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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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 打死这些小人 新的一年 就不会遇到小人 这些 这是我们的迷信 你假如 二元造的多的话 小人就多了 然后你是 你打了 他就不会 所以希望 大家学佛了之后 大家越学越有智慧 而不是越学越迷 有的越学越迷就不对了 所以我们宁愿以法为归一处 不要以外在的这些东西 为归一处 明白 好了 接受祝福 阿弥陀佛